生活些许疲惫 声音或许完美 周二晚上九点 这里是副完美的你 我是城市晚安音乐推荐官张云磊 今天要和你聊聊熬夜的危害 你通常会熬到晚上几点睡觉呢 十一点 十二点 或者更晚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工作繁忙 熬夜成了家常便饭 这样会造成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下降 容易感染疾病 比如常见的感冒 还会诱发病毒感染 这些都是在抵抗力不足的时候出现的 长期熬夜还会造成情绪变化 导致生物中紊乱 扰乱正常的生物节律 直接表现就是睡眠不足 长期睡眠不足会造成内分泌失调 诱发慢性疾病 最后就用我的这首音乐和你道晚安的 好梦 我来到小时候 我来到小时候走过的路 我来到小时候 最后的颜色 慢慢就给我 给我一个蓝色的天空 我要为你放飞 我走给你的风筝 为你兑现曾经的梦 听着你哼唱的曲 让浪漫属于长大的我和你 想象里的眼泼 我要一个蓝色的天空 就像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彩虹 我是多么怀念那时的你 不知道这一刻你在哪里